恐怖房东收回到房租所全家六口 抱猪婆 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不缴房租就断水 但基隆一名50岁的男性房东更狠 前年他将一间含有地下室的房子 租给谢小姐一家六口 但他不帮房客修漏水 房客气得去缴房租 不缴钱就搬家 对方没搬 他进不顾房客家中有婴儿 找来锁将将大门上锁还断电 隔天房客发现被锁在屋里 救命啊 让我们开门 房客报警一家六口才逃离 之后房客又被锁了三次 七的报警提告 没想到房东还狡辩 不记得有上锁 他们可以从后阳台出去啊 当时来为房客开锁的锁将也觉得不可思议 那你没有看过有人这样把人家锁在里面 那你那天有吓到 就是一个 我会这样的关系 房东日前被起诉 用这种方式呢 限制房客的居住自由 行动的自由 全案经假官 侦察终结 依妨害自由罪提起公诉 董新闻 不过就是为了几万块的租金 报导 带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带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